晚餐吃什麼? 齁我今天晚餐精彩了我跟你講 我們今天有Full Panda爸爸的大力贊助 我們晚餐我一個人就叫了快四人份 小竹是不是在你家?沒有欸 這種好康的蜜怎麼會讓小竹占到便宜呢? 小竹很可憐還沒得吃 我們這是在幫助小竹 你有幫死丹麗嗎? 我盡力了 但 但不好幫 有些人幫不動 我有一個朋友有非常嚴重的呼吸中止症 然後我那個時候 聽到這個消息之後我還有把他的那個 那個文章貼給丹麗 我跟他說你要不要去檢查一下 因為史丹麗 我以前都跟他同一間房間幹 他的 他打呼的聲音真的很恐怖 他恐怖的點會在 你會覺得說今天睡醒之後 你旁邊那個會不會變成一具屍體 你知道嗎?他會 這是不是正常的打呼對不對? 他會忽然 噌噌噜噌噌噜噢噌噜噢噢噢噢噜噴噌噢噢噢% 就是你會忽然說 噗噻噢噢噗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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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ал 這種感覺你知道嗎 我也很害怕 我跟你講 真的是會這樣 你們就是沒有真正看過 或是聽過呼吸中止症的人 是什麼聲音你們才會覺得說 他媽我好像很浮誇這樣子 你去聽影片你就知道 真的 沒有在唬爛你了 真的是這種聲音你知道嗎 忽然你就覺得 晚上我會驚醒你知道嗎 我晚上會驚醒 他是不是 我要不要做點什麼啊 就是我有這種想法你知道嗎 我是不是應該要做點什麼 我要叫醒他嗎 還是 然後好像又沒事了 就是 我那個時候一直覺得 我那個時候根本不知道這是什麼 我只是覺得他可能是 呃 睡覺流口水然後嗆到 這樣子而已 然後因為他很常會這樣 所以我就想說好吧 那應該 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知道我有一個朋友跟我說 我有很嚴重的呼吸中止症 呼吸中...睡眠呼吸中止症 然後他還開刀了 你知道嗎這是重點 因為他那一陣子 他以前工作很忙的 然後他忽然就是 他忽然就可以跟我們一起玩遊戲 我們就問他 你最近怎麼這麼閒 然後他說沒有我開刀 差點就死了 我都挖草 怎麼這麼恐怖 他說 呼吸中止症 然後超恐怖 然後超嚴重 所以他就去開刀了 醫生剛剛說一定要開刀 不然真的哪一天就死了 然後我就問他 呼吸中止症是什麼東西 他就跟我講 他就是睡到一半會 會這樣 然後我就 阿幹 我就單利 我才發現 好像情況不妙 好像不是被口水嗆到 我還把那個文章貼給他看 你還真的睡覺被口水嗆到過 隔壁鄰居還跑來 你家的隔音也太差了吧 你就只是睡覺 嗆到而已 你鄰居 你鄰居就聽到我是哪招 你沒有錄給單利聽嗎 他知道我入鬼他聽過阿 單利知道我說什麼 他就說他會注意阿 可是 我也不知道 有沒有遇過夢遊的 呃 我遇過會說夢話的 那個人叫叉燒 我跟你講 叉燒夢遊講的內容都很好笑 叉燒夢遊 有一次他夢遊 然後我們大家都在笑 因為他一直講說 這個不是肖靜騰 我要看肖靜騰 他一直講肖靜騰 我的幹你是 你是真的這麼喜歡肖靜騰 是不是阿 超好笑 大王也會講夢話 大王不是夢話 大王晚上會生癮 三星半夜會一直 三星半夜會一直 不是那你知道這個還不是最令人不舒服的事情 你知道嗎 你知道最令人不舒服的事情是什麼嗎 有一次我就跟黃子瑩講說 欸 那個大王晚上會一直哀欸 會一直 音音叫欸 他說 他音音叫的時候阿 你就摸摸他的臉就好了 我想說 XX媽怎麼那麼變態阿 你摸還算很正常 我摸 他就告我性招擾了 我跟你講 阿你怎麼了解 不是阿 那個時候我是他們教練阿 其實這個時候有人坐進來 為什麼知道 我們那個時候嘛 我們那間房間阿 就是全部的怪胎都是同一間 每個都超怪的 每個人都有問題 然後就睡同一間 然後最慘的人是誰 你知道嗎 張家瑋 因為他是最後一個進來的 他是最後一個入隊的 然後我們已經沒有床位了 所以我們就把他跟我們那群 壞人放一起 我們那間房間 有這個 有這個叉燒 我加Winds 加Mountain 我們那間每一個人 晚上一個夢遊 一個身影 一個打呼 一個磨牙 呼 然後張家瑋 就是整個晚上都不用睡的那個 哈哈哈哈 最慘的那種 有會磨牙的嗎 我如果很冷的話我會磨牙 要很冷 我就會磨牙 你還會磨臉 靠北 感覺很歡樂 吵死了 我跟你講 我們那間是比什麼的 你知道嗎 比誰最先睡著 一定要先睡著 這很重要 先睡著先攻擊 先睡著就可以翻起覆蓋的陷阱塔 什麼 什麼 誰都第一個睡 幾乎都我吧 但是我的磨牙嘛 是很random的 就是 沒有一定會磨 也沒有很常磨 但是 只要很冷 我就會磨 啊有時候冬天的時候真的很冷 所以夏天的話我的攻擊力比較低一點 我很好睡喔 我是那種 不管怎麼樣 我就是躺下就睡著 想睡就睡的那種 從來沒有什麼睡不著的煩惱 有人要摸你的臉 你會睡得好嗎 不可能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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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一下苦攻打死我 我會睡得了 不是說話 我會睡著 很常磨勞 所以被重量會軟的 就是振護着